全世界都很流行自拍還有拍抖音 可是你要如果自拍跟拍抖音 要小心 因為最近有人自拍不小心 送了命 有人拍抖音卡在鞦韆上 五湯 要說千萬五湯 如果你到公園去看到說有沒有 有那種洛克瑪瑪瑪 上面寫說什麼 限小孩 限大10公斤以下 15公斤以下 我常常看有人那個根本就 跟我一樣很大 我看到很多長輩 都去做 你在那邊弄 我跟你講真的會出事 來 我先跟大家講 這個女孩現在紅了 而且基本上我跟大家預言 他一定會更紅 因為相關的迷音的那些 影片一定會馬上出來 簡單講就是看這張照片 導播我們先看這個 很正常 一個女生比得讚 有沒有 那他是幹嘛 他去做盪鞦韆 要拍抖音TikTok的影片 但是我跟大家講 有沒有發現 這個盪鞦韆對他來講 會不會太小了一點 他穿針燥帶 會不會太小了一點 來 影片出來先跟大家講 外面看影片跟大家解釋 這是在英國 這個小女孩14歲 然後這個盪鞦韆 上面標示六個月到四歲使用 所以十年前 他就已經不能做這個盪鞦韆了 十年以後 他已經14歲了 他就做四歲以後 就不能搭了 很小一個 他拍影片的時候 他媽媽在旁邊 他還拍得滿開心的 但是不敢 拍完之後我嚇不來了 他真的嚇不來 搞了一個半小時 他媽媽回家拿乳液塗塗塗 希望把它弄出來 就是弄不出來 可是他進得去為什麼出不來 這個我也剛剛也一直在想這個事情 但是耀州跟我講說 會不會像介石一樣 套著進去拉不出來 他進去的時候 對 一個誰 然後他就出不來了 然後他就只好真的沒辦法 搞了九十分鐘以後 用乳液不行 打電話請消防隊員來了 這三個消防隊員來的時候 你看就是這裡 他很痛啊 你知道很多網友說 不知道把聲音關掉 會以為他演那個A片的 就是這一段 這一段我保證在抖音會大紅 而且他在那邊叫的時候 那個消防隊員跟他講了一句話說 不要叫 你會紅 就是也焉魚他的一下 因為他痛 給他弄了很多的這些潤滑油 讓他弄出來 這就是14歲少女 這個拍抖音 結果被卡在這個盪鞦韆的故事 但我也跟大家講 四歲以後就不能搭了 你14歲弄上去幹嘛 所以卡住了 這個還是這樣 就是說有點糗 而且還可能會意外爆紅 就卡在盪鞦韆 另外一個故事就非常不可取 剛剛講的那個 你常見 跑去那邊 小的那個器具你也去弄 還有另外一種就是 危險的地方不要照相 比如說我有一些朋友 就阿尚很喜歡照相 到處跑到很危險的地方去照相 這千萬不可取的 我跟大家講 這個油精他跑到俄羅斯去旅遊 他希望能夠照一張漂亮的照片 有沒有 然後他靠近懸崖邊去照 但問題來了 他照這個照片 他應該是叫下面的人幫他照 還是他上面幫他照 其實我也搞不太清楚 但重點是他跑到一個 太危險的地方了 然後觀眾朋友你看一下 這個紅色衣服的這個 我有去看那個影片 等一下導播放給大家看 他拍完照片以後 他要爬回來 現在那個影片來了 那個太陡了 旁邊就是斷來了 他太陡了 我全程看了以後 他爬到後來 他氣力放進 他就爬在那邊休息 但是你看滑了 就是這裡 影片到這邊結束 我們再看一次 因為他下去的地方很陡 基本上是危險 他以為沒問題 我下去 但是他上來 所以他發現說 那個斜度太陡了 他已經幾乎沒有力氣 可以趴上來 然後他在中間休息 但是就是這裡 那個草太滑了吧 他沒有辦法能夠停在那邊 他就繼續往下滑 結果就摔下山來 結局是他摔死了 所以不是說只有照相 一張照片怎麼樣 很糗 下網隊員來 你是有可能會摔死的 我提醒大家 不要到危險的地方照相 是有可能丟掉性命的 拍照這種事情 就真的不可以任性 但是在英國有一個有錢人 他真的還滿任性的 他花了高達1.8億元 他買了一個小島 重點是他從來沒有去看過 他只有看影片 他就買了 人家說有錢才可以任性 今天晚上要開威力彩 這個是今年以來最大的 可能會接近19億到20億 很多人如果一個人中 一定會想說 我要買一個小島 這個是很多人的希望 但是我們說這個富豪 太酷了 他去買一個小島 花了台幣1億8千萬 他居然現場連看都沒看過 他就在網路上看一看 看了之後他就說 好 這個島給我包起來 我要把它買下來 這個島在哪邊 這個島在愛爾蘭 是一個私人的一個島嶼 這個島嶼很大 多大 先跟各位報告一下 19萬坪 19萬坪那麼大 然後他19萬坪的過程當中 我認為這個應該是投資客的 一個所謂的裝修過的 因為每道不像話 他總共有三個沙灘 你說現在畫面上 這一些裝潢是投資客的裝潢過 對 一定是投資客裝潢的 因為他有三個沙灘 他有七棟房子 他還有碼頭 甚至於中間還有一個直升機 的一個停機坪 我們如果去看的話 原來1980年有一個 德國的發明家就把它買下來 買下來做第一次的一個翻修 翻修的過程當中 後來他可能發現 太大條 有點撐不住 所以後面第二組的人 有一對夫妻就把它買下來 買下來之後他就開價 開多少 2億6千萬要賣 可是沿路賣 說真的 一個小島有整個 三個海灘 七個樓 加上碼頭 這個價格一點都不貴 2.6億好像還好 其實1.8億也不貴 我單單跟各位講一個最簡單的 如果你家裡面沒請用的 你單單除草就把你除死 沒錯吧 19萬坪 然後這個富豪真的很酷 他就連看都沒看 他就去網路上看一看之後 他就說我買了 他可能覺得他買的物超所值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因素是說 他可能他的口袋還真的夠深 為什麼深得夠深 因為各位去想 這個地方是獨立的小島 所以你如果要買下這個島 至少你要會有船 你至少要有飛機 那麼大的一個島 你走哥不可能每天在那邊走路 你總要買個馬或其他的 所以後面維修的費用 不過現在疫情之下 這樣的島好像也滿好防疫的 對 因為你在那邊就一個人 重點是你可能要背很多的食物 或者是很多人有司機 幫你來做整個所謂的空投 那我們再來看第二個 沒關係 大的我們買不起 我們看小的 紐西蘭最多最流行 大家知道什麼 哈比人 哈比人他們家都有一個迷你屋 想不到這個迷你屋來到現在 變成真的 這個迷你屋 其實仔細把它看一看 我發現他們都有共同的一個規格 他們感覺好像就是一個貨櫃屋 然後貨櫃屋的過程當中去改裝 上面去加了所謂的一個熱電 然後往外再去抓 加所謂的一個庭園等等的 然後做不同的一個設計 設計完之後來做整個定規 那現在很多人就看到這個房子 好喜歡 這個叫迷你屋 真的很小嗎 比我家還大 五坪 正在講 真的喔 裡面就五坪而已 拍起來看起來很快 因為它就很開闊 我剛剛有跟各位談 它就很像是那種 所謂的組合式的貨櫃屋 那個組合式貨櫃屋之後 做設定的一個開窗 重點是內外要把它弄得很漂亮 內部的一個部分的話 可能就是麻粹削小五臟俱全 可能很多觀眾會說 那水跟電怎麼來呢 國外他們申請水電比較簡單 你只要去申請的水裝上去 甚至於裝了加壓馬達 用了電都能用 甚至於很多人說 這些所謂的一個迷你屋 還有那種改裝型的 它下面直接用棧板 然後棧板的過程當中 你用整個所謂的旅行車勾住 你就可以拖著走 OK 到處爬爬走 到處爬爬走